恩全清晨甘露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 耶利米苏三十九到四十章 记载犹大王国的史事 末代的王西底嘉被卢往巴比伦去 正如先知耶利米奉耶和华命 所预言的一样 都一一成就了 耶利米一生宣告回转及审判 却被自己的国人 视为亲巴比伦主义者的卖国贼 而饱受凌略及煎熬 然而犹大王国之际 却是他一生最尊荣的时刻 他在巴比伦人护卫长 尼布沙拉旦眼前蒙恩代 并将未来的荣华富贵摆在他眼前 任由他选择 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对耶利米说 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 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 好就可以去 我必后待你 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 不好就不必去 看哪全地在你面前 你以为哪里美好 哪里合宜 只管上哪里去吧 不知当时耶利米听了这一番话之后 有什么想法没有 是否有所动容呢 然而耶利米的纯心是 良善其单纯的 他的选择显然是为了别人着想 要服侍人 要去供应渔民心灵上的需要 成如使徒保罗一样 属主的人 我们一生的至宝是耶稣 世上的一切都如粪土 在生活及服侍上 有不少人在服侍人 而不是服侍主 许多人看见的是地义上的利益 而主耶稣说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求主使我们能跟从他的脚中 遵行神的旨意 亲爱的朋友 不知你是否正跟随着主耶稣的脚中呢 是学习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吗 坚守一生的使命 不受利益所诱呢 别忘了 总是仰望主耶稣 愿上帝赐福您 有个美好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